里面有什么一些内容 我们想到变换形状 首先我们看到这有个旋转 我们都知道是角度的意思 我们旋转到多少度 我们给它旋一个45度 我们给它旋一个45度 然后把当前的Canvas 给它设置上0metrics 这就是旋转了45度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那么这个时候是谁旋转的 是发布旋转 大家要注意啊 不是对象旋转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发生变化了 但是由于刚刚它在这个位置 它这个画布转了45度 把它一部分给转出去了 这个也很容易去理解 好 我们给它改小一点 转15度 同样的 同样的 我们既然可以旋转 我们还可以有别的吗 我们再set看一下 还有一个scale 大小 看到没有 还有个大小 那么大小的这个sx和sy 它的值 我们给它设置 随便设置一个 我们猜一下这个是不是倍数 我也不是很确定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清楚的话 到这上面去查 没出来了 暈倒 打不开呢 中心点 OK 大家看这是改了之后的效果 我们是不是给它放大了 我猜的好像真的是放大了两倍 就是这样 所以 有时候大家这些都蛮有意思的 我们画布是灰色的 好 那么除了这些内容 除了这些内容之外 我们还想进行变换 就是我们metrics主要是 针对它元素本身的这样的一些变形 但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有的时候 还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方法 这个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叫clip 还是我们convers的一些内容 我们看一下 convers里面有一个clip 有clip path clip rect 等等等等 那么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的意思是柴减 柴减 因为 那么 柴减一个区域 比方说我现在就 随便的去柴减一个区域 柴减一个什么样的区域呢 我回调一下 这个 我柴减一个方方的这样一个区域出来 这个方方的区域呢 我 我柴我们刚刚画的那个椭圆的其中里面的一部分 比方说柴的区域是 这样子吧 50 很多了 40 30 20 这也是20 然后 这个我们就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再规定一个形状 规定一个它的这样一个方形 实际上这个就是什么呢 它 你拿这个方来说 就是它左边的那条边距离左边是20 然后它的这个right是60 或者80吧 这个是70 好 我猜这样一个举行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去 去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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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啊 我该放前头 跟前后有 等等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相当于像一个蒙版的一样 这样一个效果 就是我先给它设置上 我这个蒙版的这样一个区域 是这样一个大小 以后你画的画到外面去的 就都看不到了 所以通过这些方式 当然通过几个 你想想我可以在这里拆几个 对不对 它们就可以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形状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里完全可以 比方说你自己下来去拆 大家自己下来去拆 我这样子拆两个 拆两个 它们有交集的肯定要显示 这些也会显示 这个形状就有点意思 这个就是对我们的 Canvas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就是我们对Canvas使用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这个在这里的话 我们还有一点点小内容 其实这个内容的话 我们在游戏里面用的比较多 实际上对我们这边应用 其实用的倒不是特别多 我们刚刚看到没有 我们在那一旋转 你旋转45度 是不是全部都旋转了 那实际上那不一定是我想要的效果 我可能希望我只旋转后面那一块 前面这块不要旋转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看 我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些设置 比方说 我们可以这样子 在上面这一块的时候 我们先给它画上一个颜色 画上一个颜色之后 我就开始去旋转画布 我们就set一个matrix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的下面 设置度数大一点 我在做color之后 我就给它设置上这个matrix 设置上的这个 或者或者 或者 好像有一个 直接rotate 直接rotate 我就不设置这个matrix 这样更简单一些 我先画一个颜色 然后我再画一个 画一个矩形 然后我现在我就直接去旋转它 事实上我们开了一次 就掌握这一些内容就行了 等一下旋转个40度 旋转了之后 那么按照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画布已经旋转了 下面画的这些内容 是不是也都会更的 对不对 那么实际上 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一种办法 叫什么呢 有一个sell方法 把我们当前这张画布 我们现在这张画布 给它转了一下 把它给保存起来 给它保存起来 我们下面再继续 再继续的去 去画 再继续的去画 那么这就是我们下面 这个画布 已经旋转了之后的效果 就我稍微画一下图吧 刚开始我们画布是这样子的 后来被旋转了之后 它变成这个样子了 刚开始我们在这 画了一个它 对不对 画了一个它呢 被旋转了之后 它就应该成这个样子了 当然了 在这个时候 我们整个屏幕还是这样子的 就是画布虽然旋转了 但是实际上 我们是看不到 这个奇形怪状的画布的 所以它画布还是铺满的 那么我们就感觉 这个图形是不是转了 对不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再往这儿画东西 如果我们保持不动的话 它是不是全部是写的 想想一下 对吧 那现在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是给它静止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再 争取再给它画正了 那么我们就相当于 这个之上就是保存了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从这个下面开始 我们最后全部都画完了之后 我们再给它进行恢复 让它们成对比较出现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我给你把那个Clip去掉 不然看不清 我把Clip去掉 你看按照一个正常情况下的话 它们是不是应该是一致的 对吧 那现在实际上 就是有的是正常的 有的是写的 OK 好 Canvas内容其实比较多 Canvas内容比较多 我们只需要简单了解一下就行了 有什么内容 大家其实下来也可以自己去研究 实际上Canvas 如果你不做游戏 包括我自己 我平时用的都不多 而且后面我会说到 我们Android觉得用Canvas画起来都还太麻烦了 它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类 所以更方便了我们的一个开发 所以这个Canvas大家了解一下 把我敲了这几个简单的去敲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稍微休息会 OK我们继续 刚才给大家分享了一下Canvas的利用法 当然除了Canvas的我们还有一个SuffView SuffView是继承我们View的这样一个子类 就是在我们不再简单的用View了 View是画我们空间的 那么用SuffView的话 我们在画图的时候可以画得更平滑更快 这个主要用在我们的游戏上面 我们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讲解 而且用到SuffView我们在网上也好 还是在书上大家都听到过一种说法 叫什么双显存 双缓存的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它可以 因为我们这样画一张图 你在它不断的去切换它 就感觉得到它那种一段一段的那种感觉 我们为了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游戏里 要有大量的图片的那种交换 包括你一个人在走动的时候 你可不能什么一点点的去画 是不是 那样子感觉就很不连续 所以我们包括场景的变更 所以它会什么呢 在另外一个缓存里头画好图片 直接把它整个给你铺上来 就这样子就更快更平滑 SuffView可以用的地方太多了 这个以后再讲到我们的 包括我们的WebView啊 包括讲到我们的视频的时候 我们也都会再提到 但是关于游戏里面它的应用 我们就不讲解了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容之后 有了Canvas其实按说我们的资定空间已经足够了 至少在呈现上面我们是足够的 但是Google公司总是怕我们问 它包括之前给我们提供一些系统的文件 系统的样式啊什么的 结果他们又提供了一个类给我们 叫Zoibo这样一个类 Zoibo是个什么样的类呢 我们看一下 又跑这儿来 我们看这儿一个介绍 它Zoibo是一个抽象出来的 抽象出来的啊 那么它既然抽象出来的 我们看一下它是不是抽象链啊 是个抽象链 那么抽象出来什么呢 就是某一种东西 什么东西呢 可以被画的画出来的东西 也就是说它把凡是能够被画出来的 这些东西都给我们定义成了Zoibo 这样一个对象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 可以想象有哪些东西呢 有图片 有Net patch图片 Net patch后面我们可以讲到啊 好像昨天也提过 还有我们的形状 还有层 还有我们的状态 等等啊 大小 这些 凡是可以被画的 我们在这里会可以看到 有这么多这样一些资源的调用 看到没有 我们都可以在XML里面去定义 那么也就是说 凡是要画 可以被画的对象 它都用Zoibo 那么我们用的最长的 就是画我们的Bitmap 这样的一个位图 在这里我们用到了一些方法 叫Set Bounds 首先在Zoibo里头 我们可以用Set Bounds 这个方法 而且这个是必须要被调用 看到没有 它必须要被调用 那么 后面的描述也比较多 大家有兴趣 可以下来去细看一下 那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在我们Zoibo里面 我们为什么要引入Zoibo呢 因为简便 因为这个Zoibo 是不是让大家联想到 我们的Resource文件夹 下面那个Zoibo 那个文件夹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 什么呢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这个Zoibo对象 把那个文件夹下面的 对象给画出来 那么这样我们就再猜一下 那我们Zoibo 那个文件夹下面 是不是就可以再定义 一些其他的内容 除了我们现在的 什么图片啊 这些内容 是不是还可以定义 我们的形状 对不对 我们刚刚至少看到 一个形状的东西 对不对 实际上还有动画 还有动画 那么 那么这个是我们后面的内容 就是我们能够猜得到 这后头我们都会讲解得到 那么 常用的一些Zoibo对象 由于我们Zoibo是个抽象类 所以才有很多的子类 包括我们 Bitmap Zoibo Shape Zoibo Picture Zoibo Layout Zoibo 甚至于你可以去自定一些Zoibo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些例子 比方说用资源文件中的图片 用资源文件图片 我们给大家来画出来 给大家画出来 那么我们Android的支持的图片格式 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样三种格式 一种是PNG 我们未图 这个是推荐使用的 也就是说 大家尽量在我们程序里头 只用我们的PNG 这是尽量 一种是JPG JPG用官网说法 叫可接受的 所以也允许你用 还有一种叫GIF动画 包括动画 就GIF图片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也支持 但是不推荐你用 包括我们再想象一下 大家下来可以自己演练一下 我把一个GIF动画放上来 看它会不会直接显示 实际上这里头都要做一些操作 我们要把它一针一针飞叠出来 那么定义和实现它的话 我们就可以先用资源文件里面的图片 来画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考一张图片进来吧 这个地方有一张图片 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图片 OK 有这样一张美图 这是个JPG 这是个JPG 事实上我们是不是按说是 只能说是可接受的 只能说是可接受的 我们尽量考一个PNG的吧 这样子 很简单 图标又太难看了 看还有个别的图片 我再下头找一个 这是什么图片 头像 再找一个 好 这个吧 这个PNG 好 这样一个图片 同样在我们的这个view view的这个视图里面 我们还是在我们的自定义view里头 为了 为了看起来直观 我们新建一个吧 新建一个视图 叫我们的 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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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去定义一个对象 但我们在这也可以给他更改一下 这个地方就不是那个了 先不要 save content view 这叫什么 做able dw dw